一片片肉放在烤網上烤得滋滋作 想油香焦亮 中秋節就快要來了 家家戶戶團聚 烤肉的時間也來了 民眾迫不及待也已經提前備料 今年中秋沒有連續價值 做別的食材就很配合 我也是很想要給我 是有可惜一點 但是小孩子還是喜歡烤肉 所以還是會準備切食材 比較不會跟大家集在一起 醃肉片 雞腿 烘烈甜不辣 民眾中秋必烤的幾樣食材 放在桌上擺滿滿 這是在嘉義樸子第二市場內家傳 六代的百年豬肉鋪 用獨特家傳醬料醃製腰內肉 也吸引了許多民眾搶著購買 是一定的水準 因為今年沒有連續假日 所以就是賣完就沒有了 雖然今年中秋只有一天 但老闆娘也表示 腌肉人氣依舊不減 另外有選擇障礙的人 不知道該怎麼備料 也有這種烤肉懶人包一包搞定 工作人員戴手套把雞翅插進竹籤中 再放到籃子裡 不只有雞翅鋁合金針菇肉片千層餅等等 烤肉必備的食材 統統裝成一箱宅配到家超方便 其實我們賣最好的就是 我們每年推出的中秋節套組 成本一定是有增加 老闆娘說這些成本由我們來吸收 中秋雖然只放一天假期 但民眾熱情不減 店家也把烤肉食材備好備滿 就是希望民眾可以開心過中秋 東四新聞 吳欣梅菜上林長種 和廖林軒嘉義高雄報導